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表面上是光鲜亮丽 私底下是竹类按锤 你是感情稳定的 没有啊 他也是刚分手耶 千禧年好恐怖喔 你自己还不是失恋才敢讲人家 你还是那么乐观 这十天以来 他刚才还在后台难过的一样 也没有关系啦 感情就是好好不好 赶快跟他求婚啦 没有没有我这一阵子不会再跟别人交往 你们就别难过了 赶快走出失恋的阴影 勇敢地站起来 下一个情人会更好啦 人不可貌相 最具未来感的千禧美女登场了 哇哦 有人说他长得很像混血儿哦 妈妈长得像外国人 爸爸长得像原住民啊 就比较非常好 好另类的家族 一二三 哎呦 你们俩是同学啊 不同班可是是同校的 啊 同校 然后他们俩当初还不爽对方 因为当初他们俩护着那个校花 就我们俩都换成自己是 那个学校的校花 对 因为小S太好了 演艺圈的大八卦又来了 这一次最劲爆的绯闻主角是谁呢 八卦大独家公开咯 小S当时有没有男朋友 可以讲吗 可以可以 有啊 有 长得怎么样 很丑 你问我干嘛 你问他干嘛 你要我讲出力前男朋友的事吗 力前男朋友 帅不帅 尖叫50秒 熊天秤的表演很舞台剧哦 好呀 起 起 起 干嘛还拍照星星的 这什么烂戏啊 舞台戏啊 你好长 你 舞台戏比较夸张 这个舞台戏 还有收音的戏 你 怒 您一定看过这样的广告 而且这些广告还令你印象深刻 2000万人的为什么 广告道具大曝光 额 像你准备 pops 好 欢迎收看 我猜 我猜 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 好 現在來歡迎我們現場的 滿坑滿谷的朋友們 這邊你們是 文化群 內蜂蜜有點失調 青春期啦 青春期 但沒有關係 好好調理一下就好啦 老了就好了啦 也不是只有你這樣啊 你看旁邊 你很會 青春在一起對不對 好 這邊是我們大人技術學院 歡迎 那這邊的口號你們是 好 很亂的一群啦 也歡迎他們 上面是 青春技術學院 青春技術學院 來給大家全部掌聲鼓勵一下 歡迎大家來到那我猜的現場 我們這個節目 受到年輕朋友大家的喜愛 置不在眼下啦 還好啦 別這樣說 別這樣說 都是大家努力的結果 因為都是你的功勞 什麼時候把牙套摘掉 大概還要暑假還可以 暑假就可以了是嗎 可是我很擔心 我牙套一猜就立刻不紅耶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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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妝啊 還怕什麼將來呢對不對 我跟你講 牙套好的時候 可以拔下來 好可愛的啊 沒有沒有 只有兩個人講啊 真的沒有 明明的三個我看到了 那兩個該配眼鏡了 但是我跟你講 你這牙套要拿起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開一個記者會 對啊 要不要 現場拍照 現在醫師正在裡面 動手術馬上要把它再出現 十 全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謝謝 謝謝 我很願意 謝謝大家在這兩年半以來 得我的支持 全國聯播這樣子 然後你要拿著牙套做告別式 然後還要哭是不是 還要哭 是不是 然後裝到嬌嬌的牙上 為什麼 嬌嬌不是也抱一顆嗎 對嬌嬌也該裝了 不錯不錯 好 我們今天呢 非常感謝大家 也要歡迎我們今天幾位來賓呢 第一位是個人最喜歡的一個女藝人 楊千華小姐 歡迎 喔 恭喜年到了 千華跟大家說哈囉一下 恭喜發炒 恭喜發炒 好可愛的女人 她好亮耶 她很愛笑 她很亮眼啊 主要是因為身上有很多亮點 應該是這樣 那麼這個千禧年有沒有什麼願望 有沒有 身體健康最重要的 身體健康最重要的 真的耶 對啊 不要不要這個身體不健康 什麼都沒有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沒柴燒 快快走出失戀的陰霾 何必提這個呢 還不是我媒體害的 真糟糕 不過現在還好啊 還好 非常好啊 很好啊 笑容依然可舉 這個表面上是光鮮亮麗 私底下是豬類暗槌 我以為師弟生也是非常開心啊 都亂講啊 妳有沒有哭過 不要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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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還不是失戀才敢講人家 不要這樣說 你還不是那麼樂觀 這十天以來 每片妳的祈禦 她剛剛還在後台難過得也有死 對啊 沒有關係啦 反正感情就這樣嘛 好不好 趕快跟她求婚啦 沒有沒有沒有 我這一輩子不會再跟別人交往 說到做到 好 說到做到 來 第二位歡迎我們 陶 那不能聽 那也是過去 歡迎熊天平先生 也是有新專輯唱片嘛對不對 對對對 過晚年之後馬上就 過晚年啦 她的歌是最好聽的 謝謝 我不聽得追逐 她的很天賴極的聲音 她聲音很特別 很特別 絲絲入扣 她聲音好像盤旋在高空中的感覺 對對對 不彈跳 對 自己說對 好 陳婕怡小姐 大家好 這是唯一跟我們沒有站在一起的 妳是感情穩定嗎 沒有啊 她也是剛分手 她也是剛分手耶 對啊 千禧年好恐怖喔 對啊 哪會我就很幸福啊 千禧蟲多恐怖啊 妳小心懷孕我跟妳講 為什麼 千禧蟲跟懷孕有什麼關係 千禧蟲很多條啊 好 好 我知道妳說的是什麼 是了解的 我想兩千年新的開始也好啦 對啊 為什麼分手 因為報章媒體已經寫了 我們就談嘛 沒有啊 其實我想也有很多原因吧 那我覺得其實我的工作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我經常都飛來飛去 做宣傳 那男生因為她覺得她成就沒有妳好 所以跟妳分手對不對 沒有啦 沒有 別妳講 別妳講 怪喔 每一個都用這個來打 好 好啊 但是也有這個感情順利了 梁漢文先生 大家好 歡迎 千禧年要了解一下這個感情的狀態 那唱片大賣呢 事業各方面都很好啊 可是她身體不健康 這身體沒有啊 剛剛好了 剛剛好了嗎 已經好了 已經好了 昨天不舒服 今天好了 恭喜 妳要復原的真快 蚯蚓也是這樣耶 蚯蚓 這兩個馬上就長出來 馬路啦 馬路也是這樣 對 那妳本身這個女朋友在嗎 還在 還沒死 還在 還沒死 她說還在嗎 這什麼心態這是 還沒死 對啦 希望妳唱片能大賣 好 還有我們笛克牛仔老爹 大家好 老爹 這個很厲害 能夠征服香港 千華他們在香港很紅對不對 老爹 老爹很紅啊 紅紅喔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真的 真的 今天這個 你本身是什麼星座 射手 射手 我也是獅子座的 對啊 新髮型 有時候看外型 可以知道是什麼座 你知道嗎 我說每次看到他 我就覺得很親切 為什麼 因為我養過摳卡 太過分了 就是這個保護 太過分了 新歌叫做 我這個你不愛的人 要不要來一下 來一下 買了 一定很好聽 唱一下嘛 他只是清唱很棒 翻譯成英文覺得蠻有趣的 怎麼說 叫做 我 真的嗎 真的假的 這是翻得很奇怪 現在是在 我覺得蠻好玩 他嘗試著要講一個笑話 對 我想同學 大家都是人人君子 配合一下 我 我 好特別 好特別 好 今天你考我們 我們才要考你們 馬上進入第一單元 叫做是 腦內大革命 第一道題目 看 Question One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雞犬生天 只有雞跟狗啊 對啊 剛剛是龍跟虎留下來 我是看錯 而且雞犬生天我們已經考過了 梁漢文 梁漢文竟然有答案了 太厲害了 龍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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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 藥 龍 藤 虎 藥 錯 差不多 來 謙華有沒有答案 謙華 只剩下龍跟虎 我沒有答案 為什麼 很簡易 生龍虎嗎 什麼 生龍虎 對 人家已經答對快一半了 來 老爹講出答案 生龍虎虎 生龍虎 對 沒錯 答案就是生龍虎虎 畫面中十二生肖 只剩下龍跟虎還活著 其他動物早已升天 不就是這個意思了嗎 您答對了沒有 好 來 我們楊千華小姐照個句子 千禧年 生龍虎虎 那是句子嗎 沒有聽過的 那是句子 我想一個人 會被人家不愛 是會有原因 小姐的幻長照會報應 我跟你講 這這麼爛的造句 那傑儀 傑儀 吳宗憲雖然失戀了 然後哭了三天三夜 不過在眾人面前 還是裝得生龍虎虎 為什麼 講得很好 好 辛苦你了 吳大哥 說盡你的心牌裡 對啊 人生就是這樣 當你一人嘛 難免的 能夠把生活融入到我們的工作 受到大家關心 我們是多大的福報啊 好不好 如果想有一次跟我做朋友 來請請進 你還需要嗎 好 那麼這是第一道題目 請看第二題 來 質問二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一個可字 然後呢慢慢的就這樣啪啪啪啪 沒有 好簡單喔 可有可無 對啊 這個厲害了 這也是成語 解釋一下 為什麼可有可無呢 就是可突然出現 一下於沒有啦 好爛喔 可有 可又無了 這樣子 好幼稚 來來來來 全體通通 立正 對不起 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 不好意思 請轉台 謝謝 不用轉台啦 沒那麼嚴重 很簡單吧 就是可有可無 畫面中可字 一會兒有 一會兒又沒有了 不就是可有可無嗎 各位特別來賓 快點動動腦 造個句來聽聽看吧 好來來來 可有可無哪一位要 造個句子 來來 老爹造一個 像我這種人啊 可有可無啊 對啦 對啦 像我這種人 何必這樣子講呢 對啊 幹嘛這樣做 還滿厚的造句 幹嘛這樣做見自己呢 第三個請看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請看畫面再猜一次這個成語 請看畫面再猜一次這個成語 然後給大家找到這個成語 principal 很大的 퍼 真的是厲害了 好 來… 對… 大家都嚇呆了 已經有人知道答案了 不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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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 黑樓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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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面目全非 一A 一A接近 一A 有面 四面八方 四面八方 恭喜答對了 聰明耶 哇 陳婕怡真的很聰明喔 畫面中有八個方塊掉下來 其中有四面是有圖案的 所以就是四面八方了 各位觀眾 您猜對了嗎 陳婕怡也造個句子啊 好 我造這個給梁漢文好了 梁漢文的記者會 一開始 四面八方的人都湧過來 你在毫發心靈喔 我想 因為他說一開始 所以表示盛況空氣 請你走 最爛的造學 好了 很厲害 他們每位都答得很好 馬上還有一個成語的教學 對… 這個厲害了 你們看看要告訴我們答案 每一個都要 請看 請問 下里巴人是什麼意思 下里巴人 這個厲害… 好另類的一句話喔 這個真的知道的人是非常的少 我們要請我們現場幾位來賓 很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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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題很難很難 我想一般正常人應該不會 對… 下里巴人 只有古代人大概才會這一題 對… 不知道 下里巴人是… 古代人 古代人 很接近 是講說從很遠的地方的人來的人嗎 所以就亂講下里巴人 好… 很遠的地方來就是下里巴人 陳潔怡小姐 是不是那種… 無家可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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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家可歸的人就… 那我們政府都有在協助他們 請協助下里巴人 回到自己的家中 我要回家 感覺很合適耶 對啊 下里巴人見故了 可能做…做了一件事情 做得很好 然後回故鄉 之後很… 一井還鄉是不是 一井還鄉 光…光榮歸到故里的意思就對了 非常… 可是要怎麼用 對啊 怎麼用啊 老爹 那麼我想你的答案 我們也不期盼什麼了 我的答案是噴我吧 讓他說一下 下里巴人 是不是像特別來賓所講的古代人 或者流離失所的人呢 電視機前的觀眾 趕快趁廣告時間去查一查 想想看吧 其實下里跟巴人啊 它是古代楚國流行的 兩支通俗的歌曲 歌曲 有下里這首歌 也有巴人這首歌 巴人這首歌 比喻通俗的文藝作品 下里和巴人 是古代國流行的兩首通俗歌曲名 是用來比喻通俗的文藝作品 好 我們馬上來看看 我們下一單元就是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糧 真人不露相 露相非真人 想瞭解美張臉背後 不為人知的秘密嗎 歡迎景譜 人不可貌相 人不可貌相 今天我們這個人不可貌相 為大家介紹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千禧美女 這麼猛 當然啊 因為我告訴你 你有一猛在哪 猛在千禧兩個字 就代表她是這一千年來最美的 不… 她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當個千禧美人 你要有一些基本的素養 比如說 比如說她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當中還有人希望能夠 變成將來科學家 變成太空人或幹嘛 我也希望變太空人 真正有機會可以實現的 這叫千禧美人 好不好 不要你們老是一些很普通的願望 那就完蛋了 比如說牙套希望早點拆掉 對啊… 是拿普通一般人可以許這種願嗎 對啊 也不行耶 真的耶 這樣也可以 所以新時代的美女就對了 那麼千禧小姐 你覺得當個新時代的女性 應該有什麼不一樣的作為 比較多立一點 獨立 自己獨立 對 還有是自己去面對事情 比較勇敢一點 那天秤呢 覺得千禧美女 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就是很有那種獨立思考的能力啊 然後這個 除了規劃自己 還可以規劃別人的那種 對 潔儀呢 我想 除了說事業上 我覺得 千禧的那個美女要有 比較有靈性 可能有一些夢想 就是她可以去實現這些夢想 對喔 所以這是大家的說法 好 但是我們今天來到我們現場有五位 超級的千禧美女 到底哪一位是真正大家心目中的千禧美女呢 請看千禧美女傳奇 沒錯 美女有許多不同的類型 每一個時期也都有獨特的點心美女 像中國古代唐朝 就以身材豐育的女性為最佳 民國初年 以單縫眼 花子臉最受歡迎 而現在是千禧年的開始 在未來 什麼樣類型的美女最受歡迎呢 是外表冷酷自我風格的 還是健康動感的為最佳呢 今天 仍不可貌相 將為各位介紹五位不同類型的美女 請各界專業人士以美的觀點來看看 千禧年什麼類型的女生最受大家歡迎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幾位千禧美女 預備 GO 同誰 後面才是VIP 喔 不得了 不得了 我們等一下每一位都要走一下台步啦 那麼在五位專業人員的心目當中 五位 哪一位是我們真正的千禧美女 第一位 我們來看看她的資料 叫做朱玉瑋小姐 今年貴庚 二十一 二十一歲 念哪個學校 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 我 常有人說自己是混血兒 長得有點像混血兒是吧 那其實妳本身是不是 我不是 不是啊 我是道道地獄的台灣人 台灣人 結果媽媽長得像外國人 爸爸長得像原住民 就比較黑這樣 什麼好歷歷的家族喔 注意到 我們來看看朱玉瑋 一 二 三 根本是阿東阿嘛 真是 不得不再說一次 她跟我妹是國中同學 對啊 妳們倆是同學啊 不同班 可是是同校的 然後他們倆當初還不爽對方 因為當初他們倆互爭那個校花 我們倆都換成自己是那個學校的校花 然後因為小孩子太好了 互搶校花 然後當時妳就拍很多廣告對不對 對 我有拍過柯一鄉的時候 但是我跟妳講啊 時代這個不一樣呢 風水輪流轉 個靈風騷三十年 以前是霓虹 現在人家拍起廣告了 現在要拍什麼廣告 什麼廣告 有衛生棉 妳目前有沒有男朋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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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好了 第一位淘汰 媽媽 沒有啊 可以問那帥不帥哥 忘了手啊 對啊 男朋友帥不帥這樣 不帥 不帥啊 其實美女舞片不喜歡帥哥 而且還在外島當兵 太好了 真的就很難耶 太好了 家裡沒大人 去當多久了 快一年了 在金門是吧 對 她有沒有寫信給妳 很少 很少啊 那妳們根本已經是兵臨分手嗎 對啊 還撐不下去 撐不下去啊 妳知道我們這個 在這個金門的同胞也看得到 她可能正在當衛兵 現在拿著槍準備要去戰衛兵 她那邊可能直接舉槍刺激 對 千萬不可以 千萬不可以做傻事 對啊 每一個走過大門的都很厲害 我們這個 如果朋友想要跟她交交朋友 多愛專線啊 太過分了 妳還在當兵耶 來賓朋友來一遍到這邊好不好 妳是不是去太多那種地方 來賓了耶 不是 我捨不得講 我把號碼按砍起來自己打 好啦 千禧年有沒有什麼願望沒有 我希望跟你們一樣啊 可以當藝人啊 哪一類的明星 諧星吧 妳想當諧星 我擺脫不了諧星這個噩夢 妳卻想要當諧星 對啊對啊 當諧星很慘耶 我們倒要聊一個話題了 小S當時有沒有男朋友 可以講嗎 可以可以 有啊 有 長得怎麼樣 很醜 妳問我就好 妳問她幹嘛 真的嗎 真的要有 她以前男朋友醜到我一天到晚說 妳可不可以跟她分手 都跟她吵架 人家以為看我們節目怎麼這樣講 不好意思啊 那位醜先生 拜託耶 妳要這樣 真的很醜 真的嗎 也沒有醜啊 就是小孩子的樣子啦 真的嗎 嬌嬌帥還是她帥 我跟你講那個人長這樣 真的長這樣 妳要我講出妳以前男朋友的事嗎 我以前男朋友 帥不帥 她以前那個男朋友是山地人 山地人 小米酒 我怎麼不記得啊 就明明不是山地人 可是長得就很像山地人那種 就長得有那個 有那個妻媽的這樣子 什麼叫有 有妻媽的 倒妝劇啦 好 那千禧年的願望 就是想當大明星啦 演言啊什麼都可以啦 只要是明星都可以 加油 加油 千禧美女的條件 妳認為是什麼 我認為要 然後 生活有目標 好 那我們有自信的走個台步 到遠遠的那一點回來 把一個最有自信的姿勢好不好 預備 GO 朱玉維小姐 不錯 大家好好加油 來 好 第二位是林曉蕾小姐 今年22歲 什麼星座 巨蟹 巨蟹座 嚇死人了 妳反應也太大了吧 剛剛失戀的星座 1百60公分 來 到這邊來 42公斤 偶像是誰 李敖 李敖啊 我也是耶 皮質很白皙喔 長得很漂亮喔 注意 1 2 3 妳的皮膚 妳的皮膚都可以看到血管耶 真的耶 對啊 真的是喔 皮膚好好看到血管 皮膚好好喔 真是喔 感覺溫柔婉約的樣子 妳怎麼會特別喜歡李敖呢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說 女人就是要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去騙男人 哄男人 搞男人 還搞男人 妳覺得她說得很對 妳覺得她說得很對 對啊 女子無才便是的 我覺得 喜歡的偶像李敖 喜歡到POP去玩 常被搭訕 但沒什麼話好說 為什麼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 因為我覺得 不敢長得眉跟醜 都會被搭訕 是嗎 醜人會有人搭訕嗎 因為我覺得 男人跟動物一樣 但其實妳自己也蠻享受 那種被搭訕的感覺吧 不錯 感覺也是不錯 女生就是這樣子啊 這是什麼心態 我們了解一下 女生被搭訕就覺得 討厭受不了 可是內心其實高興得要是 對啊 然後今天都沒有人搭訕 她就覺得很悶 對 很悶 好 那妳本身 覺得今天生意不好 注意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沒有是吧 對 來來來 真有專線又來了 千禧年的願望是什麼 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找個好老公嫁了 妳聽說要嫁一個年紀大一點 有錢的老公啊 對 然後要有才華 有才華的男人很多 我告訴妳 真的真的 男人的才華很重要 有才華現在剛失戀的也很多 對不對 天秤也沒有女朋友啊對不對 他還好像在看別人耶 對啊 好 那麼這是我們的2號 我們一樣給他走個台步 回來到定點的時候 擺一個最迷人的pose 預備 Go 這是我們2號林曉蕾小姐 是一個千禧美女 好 謝謝 再來是我們3號 葉瑋玲 今年20歲 請問從哪裡來的 台中 台中人啊 對 這是高雄人 高雄人 對 那從台中過來為什麼 在那裡念書嗎 對 念經理觀光 我們來看葉瑋玲小姐 1 2 3 長得很漂亮喔 同學都認為自己是傻大姐 妳很傻嗎 不會 只是覺得笨笨的吧 常撞到東西啦 有沒有男朋友 媽媽說沒有 明白 媽媽都很喜歡自欺欺人 媽媽說沒有 那妳本身其實是有人 很多人追妳啦 嗯 聽說還有一個 10個兔子 9個腹 那9個當中 有一個追過妳是嗎 沒有 就是 她就是打電話來嘛 然後 就說 要跟我做朋友嘛 是 是 然後就一直 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就很煩啊 結果後來我想說 好 算了去看一下 結果 就旁邊偷偷看了 就發現她是一個兔頭 兔頭啊 然後我就落跑了 哎唷 兔頭 你是有錢人嗎 不知道 她穿得很 很花 花襯衫 對啊 那種大地主是不是 我不知道 這邊還會別一個鑰匙圈那種 對…鑰匙圈 這邊BB call 然後行動電話兩支 行動電話超大支那種 對…水壺一個 那是準備要去爬山你知道嗎 那褲子這邊啊 還後面底下還能打開喔 裡面是紅的有沒有 黑的西裝衣服 這是古代人了吧 好厲害喔 不會是這種追妳吧 後來妳就跑掉了 對 就落跑啦 那落跑妳就等於是沒有出現 然後她又打回來 妳跟她怎麼樣 沒有 就乾脆換電話了 就換電話是嗎 好辛苦喔 所以現在是 男朋友的條件妳是希望怎麼樣 希望運動型的 然後身材要好 那臉是哪一種 臉喔 金城武 金城武的臉 那身材是 吳宗憲的身材 沒有 什麼沒有 講了就講了有什麼沒有 他把他當成一種笑話來講 好 會彈鋼琴大提琴小提琴 大提琴彈起來不好看 姿勢擺一下 我們看看 預備 7 這樣空擺很尷尬 蛤 蛤 妳 沒有 妳就假裝有椅子嘛 預備 7 妳真的聽話 就這樣啊 幹嘛還抖兩下 不是這樣 Chirrell是女生這樣 嗨 好淑女為大家表演大提琴 千禧美女的條件妳覺得 不做作 不做作 反正一切都很自然的這樣 有沒有什麼千禧年的願望 願望 想存錢買一台車 自認為不太可能是吧 為什麼 不會可能 交個有錢的男朋友 搞不好就買一部啦 還是要扣自己才有成就感啦 對啊 新時代女性不能扣 對啊 其實新時代女性好像滿功利的喔 對不對 她們妳看 嫁個有錢的老公啊 禿頭也無所謂啊 對不對 有才能 我哪有說禿頭無所謂 不要禿頭 其他可以 要長得也還不錯 結果她就給她吃那個柔配有沒有 其實不禿頭啦 但是也性無能了 好 柔配那個 那個會性無能百分之很 柔配對不對 就是會長頭髮的 對… 所以有時候啊 魚和熊長不可見 你什麼知道啊 化哉 妳要怎樣吃 我曾經我頭髮多成這樣 柔配再配威爾剛不就好了 蛤 柔配再配威爾剛不就好了 那威爾剛一次又禿頭了 是嗎 對啊 那不可能都有了嘛 注意到 走一下台步 同時回到原點 把一個美好的姿勢 音樂 這是我們3號 葉瑋玲 好 謝謝 這是我們3號 這是我們4號 往前一步 林優倩小姐 今年才洗腳水 19歲 水瓶座是哪裡人 我是宜蘭人 宜蘭人 長得很漂亮喔 她是屬於那種很典型那種宜蘭的那種 小家碧玉 我叫林小倩 蛤 我叫林小倩 林小倩是吧 好… 林小倩 小倩 採稱 好久不見 姥姥來了 什麼 姥姥不是用舌頭嗎 注意到 林小倩 1 2 3 長得真的很宜蘭喔 很宜蘭的味道 很有宜蘭的味道 千禧年的願望是什麼 千禧年的願望就是想當個平面模特兒 平面模特兒 妳也想要當空姐 對 空姐沒問題啦 很簡單啊 對不對 她等畢業啊 等畢業 現在還在念書啊 對 還在念書 念哪裡 在念宜蘭高商 高商啊 對 有沒有男朋友 有 有男朋友 好 那麼喜歡有才華的男生 不喜歡油腔滑掉的男生 我那雙天秤妳就不喜歡了 應該是妳吧 對 好 掌聲給她鼓勵一下 我們看她走一個台步 預備 音樂 好會擺喔 再走一次好不好 她走台步好快喔 她的關係很多耶 她 不錯不錯 很有個人的型啊 對不對 好 再來是我們五號了 蔡慧如小姐二十歲 她是雙魚座的女生喔 我們一起來看看蔡慧如 一 二 三 我們先來聽一聽五號小姐的聲音 妳是哪裡人 我是台北人 妳是台北人 妳的聲音跟妳的臉太不搭了耶 來跟大家問候一下 大家好 怎麼會這樣 五號小姐的聲音好掉 真讓人受不了喔 如果你一無所有 你最想留住 留住身上的衣服啊 神經了真是 什麼都沒了 也不要讓我光溜溜 熊天秤的表演很舞台劇喔 幹嘛還配上吸音的 這怎麼爛戲啊 舞台劇啊 你好強喔 舞台劇比較誇張 對 真的舞台劇 還有收音的吸音 怒 怒 蔡惠如小姐二十歲 她是雙鯉座的女生喔 我們一起來看看蔡惠如 一 二 三 鼻子好聽喔 對啊 對 很有型啊 妳是哪裡人 我是台北人 妳是台北人 妳的聲音跟妳的臉太不搭了耶 來跟大家問候一下 問候一下 大家好 怎麼會這樣啊 我們之前有找到那個 那個聲音很甜美的美女 沒想到這個人 聲音也是這麼好聽 妳說她的臉應該適合 比較沙啞一點的聲音啊 妳是浪泪型的人 可是聲音怎麼那麼聽啊 對啊 真是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沒有 男朋友 千禧美女的條件是什麼 妳覺得 我覺得 不要 妳們幹嘛 妳們幹嘛 是不是很想打 讓我去使一使 我跟你講 女生這種聲音 都會受到那種同性的排擠 對啊 但可能她自然就這樣子 對啊 妳能不能 比如說前面有一個房子 然後火災 妳說失火啦 失火啦 快來救火 預備 七 失火了 已經一年沒有男朋友了 對啊 以前有交過 對 為什麼要分手 沒有 個性不合 千禧年的願望是什麼 可能 因為我自己在開服飾店 我希望賺很多錢 再開第二家 還要再開第二家 不錯 有自己的理想目標 對不對 那麼這個不變 不被男人擺佈 是他認為當一個千禧女人 千禧美女的一個條件 你應該是可以走在時代的間端了 好好加油 我們看一下走台步 預備 音樂 請 請 請 掌聲給我們鼓勵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幾位來賓棚 有沒有什麼樣的願望 你們可以了解一下他們內心的狀態 除去外表之外 五位專業的人員來選拔他們 到底哪一位是他們認為說 最具有千禧美女的資格的 千禧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他們 2號 2號 如果你真的嫁一個很有錢的男人 那然後你想做什麼事情 你對他很多錢 自己多充實 因為我覺得 如果為了每天為了努力賺錢 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充實自己 真的 直接拿老公的錢 然後去讀書 學東西這樣 沒錯 很實際 很好的辦法 我也覺得 好 這是他的說法 天秤 如果你們結了婚之後呢 每一個人嗎 對 會不會反對跟父母同住 就住在一起 你來參加相親節目 對啊 你也看得太仔細了 你看得太仔細了 其實我一直覺得我是不是落伍 因為其實我的觀念就是說 像我自己我很希望 就跟我家人住在一起 沒有 我一直很想了解 就是說社會現在 這個年輕一代 就是比較小 我曾經參加過一個演講會 我在這裡把我的論調提出來 這個論調受到大家的喜歡 好 請講 父母親希望小孩結婚之後 還是住家裡 對不對 但是你老婆卻不願意 對 要是我也不願意 因為走裡之間 公婆之間 對 很多問題 我服侍 我服侍我老公已經夠了 我還要服侍你們嗎 對啊 有時候父母會服侍 可是這樣也不好意思 所以早晨六點鐘起來 煮飯幹嘛 根本受不了 對啊 然後想在家裡多睡一點 又怕人家多這樣子 而且萬一跟老公之間 想要弄個小孩 婆婆又在旁邊 對… 公公婆婆一走過房門 一停 裡面 啪啪啪 屁面給我她還敲門 咚咚咚 加油 對… 那怎麼辦… 你的論點是什麼 好 我的論點就是很簡單 結婚的初期 讓他們搬出去外面住 住個一年 兩年之後 他們就知道 加油一老 如有一寶 對… 會嗎 你兩個人在外面生活很不方便的 真的啊 煮飯兩個人怎麼吃 對不對 每天吃外面也吃不習慣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結了婚先讓他們公公婆婆 過過新婚生活 讓他們過過新婚的 新婚燕耳嘛 對不對 然後等到一年、兩年之後 再回來住 他們就格外的珍惜 這樣論調受到大家喜歡 一般聽到這裡 都會主動掌聲鼓勵比較多 好… 謝謝… 好 老爹…你有什麼問題問他們 如果你們欠要兩百萬的 真的嗎 我覺得你的臉很適合講這種話 我不管 好恐怖 其實這個問題是我聽過最好的一個問題 哪有人生那麼好 我問你耶 你如果突然間有兩百萬 對不對 一定要有這種複數的人出來 其實很適合他講 撇了兩百萬 你什麼東西都沒了 那你最想留住什麼 就是欠… 還欠人家兩百萬 什麼都沒還欠人家兩百萬 你最想留住什麼 留住身上的衣服啊 神經 神經 真是 什麼都沒了 也不要讓我光溜溜了 因為你有衣服 至少還可以去打工什麼吧 裸體大家會覺得神經病 那你呢 家人 家人 最想留住家人 那你怎麼樣解決這兩百萬的問題 再把家人賣掉 大家分工合作把錢賺回來了 把錢賺回來了 也可以嫁個老公嘛 把這個 對不對 金規序 對啊對啊 剛剛就嫁過來 有沒有嫁妝啊 有兩百萬的債務 還有八個死惠 好 現在我們幾位來賓 馬上就要來做選擇了 到底他們五位當中 在五位專業素養人員的心目當中 哪一位才是我們真正的千禧美女呢 請選擇 好 來了 到底他們選擇的是哪一位呢 楊千華小姐 他選擇的是二號 千禧美女 對 熊天平先生 他選擇的是四號 老爹四號 兩號 他們全都是選三號 一號跟五號竟然是槓龜的 好 我們這個千華選擇的是幾號 二號 為什麼 他很聰明 男老師非常難正 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還有帥子 千禧美女 對 很乾講 跟妳獨立的特質有點像對不對 對 熊天平 我覺得四號具有這個女人的最大的武器 就是溫柔 溫柔晚約 對 對 結了婚可以接受跟公婆一起住嗎 如果公婆願意的話 難怪 你看 真的是滿符合理的 對啊 這天平很會看人的 對啊 傑宜呢 傑宜選擇 三號 三號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雖然她很獨立 可是她有一個 我覺得新女性的一種矛盾 她就說自己又聰明又糊塗 我覺得這滿可愛的 有一點矛盾 對 就是不是宜美的強勢 也有溫柔的隱密 厲害厲害 來 漢文選擇 誰好 跟傑宜一樣 也是三號 三號 對啊 因為我覺得她 我覺得其實她也有自己的想法 也有看東西的時候 我看到她大問題的時候 也會滿重點去想東西 其實本來我去想頭五號 但是我怕她的聲音太小了 太嗲了 可能整個世界都會太慢了 如果跟她談話的話 什麼都會停格 她講完一句就 什麼 再講一句 對啊 失火了 所有東西都很慢 對 好 來 老爹選幾號 我選四號 四號 為什麼 其實我是因為她剛剛回答的那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 比較對親情什麼這種東西 不是那麼重 就是她什麼都沒有還留下家人 對 我覺得這一點滿重的 感動到你了 不錯 好 那麼這五位當中 我們有五位專業素養的製作人 雜質總編 還有這個專業的美學專家 還有我們這個服裝造型師 到底在她們心目當中 哪一位才是我們真正的千禧美女 請看 在專業人士的眼中 到底這五位別具特色的美女 誰會獲得評審的認同 當選為最具未來感的千禧美女呢 廣告過後馬上告訴你 雄天平的表演 雄天平的表演很舞台劇喔 樂極聖杯 你會再來一個 預備 請打樂極聖杯 最簡單的 來 好膚淺的戲 會不會太突然啊 會不會太突然啊 我們有五位專業素養的製作人 雜質總編 還有這個專業的美學專家 還有我們這個服裝造型師 到底在她們心目當中哪一位 才是我們真正的千禧美女 請看 千禧美女大票選 先來看一看這次的評審有哪些人 第一位是超級星期天的製作人 柴之平 極美麗與智慧於一身的她 製作過不少叫好又叫做的節目 由於製作節目的關係 因此也看過不少美女 現在我們先來聽聽看 她對千禧美女有什麼樣的看法 千禧美女我的看法是 我覺得她應該要有自信 然後要有根本性 並且她應該要很有自信 第二位是名MPV導演馬怡忠 拍過無數支MPV的她 從選角到拍攝 對於美的要求有她所無道的見解 那麼我們就來聽聽看 她對千禧美女的條件又是如何呢 而且她的長相呢 必須是我覺得很有個性的 個性越分明越好 最好是五官呢 不是那麼完美 因為完美 我覺得完美的東西 看久了會命 就像一個女生如果大眼睛 額帶臉 整個看起來非常完美 臉上沒有瑕疵 看久了你可能會覺得她很平凡 很沒有讓你想要再看她的欲望 第三位是整體造型師謝麗君 擔任過不少節目的整體造型師 有過無數藝人的造型 都是由她精心設計 而在舞台上大放光彩 同時她自己也開了一家 整體造型設計學院 對於美的定義 也有相當自我的主見 現在就來聽聽看她的看法如何 讓人充滿了幻想 充滿了奇想 還有一種藝術 那種藝術是 我說的藝術不是art那個藝術 是一與別人跟別人 完全不一樣的那個藝術 這樣的人蠻耐人雄味的 最重要的是永遠看不膩 因為他永遠都有一些新的面貌 讓人家挖掘 第四位是模特兒經紀人詹元哲 本身也是模特兒出身的她 接觸美的行業也不少時間 現在是經紀人囉 她旗下的模特兒 卻說是美得讓人無話可說 你有你自己獨特的風格 你有你自己的智慧 你自己的賤賞力去創造出一個 完全屬於你自己的一個個性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比較 新世代的美少女的方式 第五位時尚雜誌總編輯陳怡 對千禧美女她有什麼看法呢 就是要輕盈吸收流行諮詢 這是第一點 能夠讓你擁有自己的流行主張 不會被流行的潮流所左右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如果你的普通的各方面的知識 都很淵博的話 那你跟人家談起話來呢 也會特別有話聊 人家就會覺得 你是一個很吸引人的美女 那這個是我自己個人 對於千禧美女的看法 現在就開始進行評選 首先讓五位專業人士 來看一看這五位千禧美女的照片 以及資料 而每一位評審都很仔細地 查看這五位美女的照片 這個很可愛 看臉會覺得很美 對 像臉會覺得很美 像臉會覺得很美 對 像臉會覺得很美 對 像臉會覺得很美 對 像臉會覺得很美 反而這兩個人 好像要是跟人家顧外 對 三位是三十二十一 三十四 六十九也是 對 看完了照片之後 再看看五位千禧美女 在螢光幕上 具體的表現怎麼樣 看評審們聚精會神的樣子 想必這將是一場 嚴格的票選活動 每一位評審都專心地評判 這五位美女 到底哪一位 才會獲得這一次千禧美女的冠軍呢 有個美女都很美 各有特色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真正的美女應該就是 一看就是非常的強烈 讓人家 有很難忘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具有這種特質的人是 一號 恭喜一號率先獲得第一票 看完五位美女的 影片之後呢 我覺得一號給我的感覺 是 比較有自信 她的整個不管是在 面對鏡頭 她的那個五官的搭配上面來講 也比較有整體的一個 跟妳講 上向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我也 選一號 一號又獲得了一票 千禧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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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千禧美女 應該是中外皆可 古今皆瑜 那我心目中的最佳千禧美女 應該長得有點像小龍女 那這個扮相最適宜的 應該是 一號小龍女 哇塞 一號又獲得一票 看看其他兩位評審怎麼說 五位都有他們自己的特色 但是站在一個 莫特爾經紀人的角度上來講 我覺得除了妳漂亮之外 妳的台風 跟妳面對鏡頭的那個 整個的自信的感覺 會非常重要 那基於這樣的因素的考量呢 我會把票投給一號 一號又獲得了一票 這是什麼情況啊 我覺得身為一個千禧美女 弱弱大方的態度很重要 那我覺得在五位的候選人裡面呢 一號的朱玉威 她的表現非常地符合我 對千禧美女的看法 沒想到一號又再獲得了一票 經過五位專業人士的判定之後 全部都把票投給了一號 所以這一次千禧美女的總冠軍 就是今天的一號小姐 我們恭喜她 原來她就是我們的千禧美女了 恭喜… 我們要贈送給她魔光電子琴 對 很厲害喔 也要謝謝我們幾位來賓 太厲害了 馬上進入到下一單元 叫做是… 尖叫50秒 GO 好 今天我們要進入我們的 尖叫50秒 尖叫50秒厲害了 第一位是楊千華小姐 對 砰砰 砰砰氣球 砰砰 不要怕 我來保護你了 不會這樣 有一個男生帶女生開車開到墳墓 然後說 粉場女生 好可怕喔 別怕… 然後開到墳場 然後咧 好可怕 不要怕 我保護你 不是 我怕的就是你 男生很壞的 注意了 來喜怒哀樂的表情 你的戲應該不錯 臉部表情 預備 喜怒 哀 哀 樂 好冰淨喔 注意喔 滿冰淨的 失戀 你…你幹嘛像你耶 你… 失戀 然後錢又被偷了 預備 起 怎麼那麼衰啊 錢被偷了 沒有了 看他的 他很厲害喔 失戀 然後錢被偷了 沒有了 有沒有看到 要融入大的表演裡面 好 第一道題目跟什麼有關 台灣小吃 台灣小吃喔 台灣小吃很多啦 甜不辣啦 好好吃喔 還有很多嘛 肉丸啊 肉丸啊 肉粽啊 肉粽啊 烧仙草啊 什麼的 好 請準備了 預備 GO 一個字 五十秒 三個字 腿 蘿蔔腿 蘿蔔 蘿蔔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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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字 四個字 四個字 第三個字 螃蟹 對 什麼螃蟹 螃蟹 奶油螃蟹 厲害 第三個 是什麼 地 地 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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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字 是一個什麼東西 有人講出來 殼 殼 殼的時候可以喝 嗆 蜻麻糕 麻糞 火鍋 長在地上 真的是 長在地上的是什麼 殼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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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草 恭喜 厲害 厲害 差一點喔 氣球破掉你就糟糕了 嚇到做到想腿軟 好大 你看 厲害厲害 恭喜答對了 第二位 對 來 梁漢文先生 好好加油 這個題目是跟什麼有關 花 花 蠻藍的喔 喇叭花 花 最後一個都是花啦 什麼橘啦 什麼藍啦 有沒有 好 注意啦 有三種花 請準備了 50秒 GO 三個字 第一個字 紫 紫 紫蘿蘭 答對了 好厲害 第三個字 三個字 第一個字 圓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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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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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字 三個字 心 愛 泰 什麼花 什麼花 大紅 第二個字 什麼花 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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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難了 好 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花 極梗花 極梗花 聽都沒聽過嘛 有 極梗花是韓國的花嘛 可是很冷門啊 極梗花 波斯菊也沒聽過啊 對啊 對啊 紫羅蘭就知道了 根本不想給錢嘛 好 沒關係啦 我們算他對好了 好不好 讓我們再來看一次梁漢文精采的表演 看他如此賣力的表演給你90分算你過關 趕快來進行下一題吧 喔 極梗先生 你有沒有演過戲 有演過舞台劇 舞台劇 那戲演得還不錯 好不好 咱們再考他厲害一點啦 好不好 齊 齊 怎麼會拍到失憶出來 這什麼爛戲啊 舞台劇啊 好爛喔 舞台劇比較誇張 這個舞台劇有吧 還有收音的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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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 來 現在有難度的來喔 歡天喜地 這是我看過最爛的最假的戲了 樂極聖杯你會不會來一個 預備 請 好 樂極聖杯 來 屁 為什麼會太突然啊 會不會太突然啊 不錯 掌聲給你鼓勵 注意看啊 我們要點的是什麼題目 跟什麼有關 是特殊的職業 特殊的職業是吧 喔 比如說很怪怪的 潛水夫 對 也是一個職業 怪怪的 也是一個職業 好不好 知道囉 好 預備 親叫50秒 GO 第一個 三個字 理髮師 美容師 先 天 什麼 什麼 很難 很難 第一個 頭 你先比第二個字 先比第二個字 什麼師嘛對不對 第二個字是天上的什麼 神啊 看 仙 跟率命有關的 心 心 什麼 什麼心 物 心是第幾個字 第二個字 什麼心 好 來 剩下17秒 人 3 房子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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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我可以放棄吧 時間到 很難耶 I'm sorry 很難耶 進來 進來一個都沒拿出來 好 你就留在那邊 好不好 讓你們變成雙人體 好 如果 因為這題目真的太難了 好不好 你們在旁邊看的人 都覺得人家比的不好 那老爹去比一下 好 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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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沒關係 不用背氣球了 你們兩個一起比 題目這麼難 但是呢 你們兩個人一起比對了 我們還是送1萬塊獎金 真的嗎 注意了 老爹跟他們研究好了 預備 開始 第一個是 站 直 直 站 站 站 迪克牛仔老爹搶救熊天平 是否能夠順利過關呢 你一定看過這樣的廣告 而且這些廣告還令你印象深刻 兩千萬人的為什麼 廣告道具大曝光 來吧 預備 開始 第一個是 直 直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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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站 站什麼 站 站姓 站姓 是 站姓 是 站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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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讓他繼續比 比到完為止 好 第一個是 烤烤 烤 烤 考試 考股 考股學家 考股學家 他不錯 你看他們這個表情上 表演得都相當不錯 沒有辦法 差一點點 要不然一萬塊就是你們的 下次再請你去吃麻辣鍋 為什麼只請他 請你吃保錄 太過分 再次謝謝他們 掌聲鼓勵 來 讓兩千萬人的為什麼替你尋找答案 好 厲害了 接著下來就是我們精采的 兩千萬人的為什麼 馬上又有人寫信來囉 我們把這個單元 這個節目當作是自己的一個單元一樣 沒錯 你們有什麼問題 儘管寫信來 我們就可以幫你解決 但是有一個大的條件 什麼 你的問題要有創意 沒錯沒錯 你比如說寫個信來 為什麼隔壁老王家的水餃那麼難吃 光吃一次啊 我們會去他家點他 對 我們看看 到底今天你們的問題是什麼 take a look at 國差節目你好 我是一個國三的學生 而且我很喜歡看電視 每當我念書念到半夜 打開電視時 看到廣告裡那麼好吃的食物 常常半夜餓得難受 可是我聽朋友說 廣告裡的東西 全部都是假的 都是不能吃的 我不太相信耶 製作單位 製作單位 這是真的嗎 請幫我解答 謝謝 欸 這個問題我們了解 因為我們都有拍過很多的廣告 對… 拍廣告其實它不一定是用真的東西去拍的 沒錯 像我最近也拍那個感冒藥 對不對 頭痛的藥怎麼樣 其實它就是比較無所謂 就拿一個殼子 其實裡面是沒有裝的 裡面根本沒東西 對 只要運作比較方便 就弄一個比較漂亮的盒子 那你也拍很多啊 炸雞 吃的真的是炸雞 那是真的是炸雞 你怎麼不能叫我吃保麗龍吧 不是啊 它有些炸雞是故意很難切的 那是不是用那個 怎麼比較硬的 沒有 我拍那是真的是真的炸雞 然後就真的猛吃 真的啊 對 吃掉多少 少說大概有十個以上吧 唉唷 有一次有一個米的廣告 它就變成說每次等 所有的人都準備好 就才可以去盛那個飯 因為都要看那個蒸氣 對… 要冒煙的感覺 是… 有的時候冒煙還是放乾冰 這樣做的冒煙 所以他們要那種感覺 預備 啪啪啪啪 趕快都弄了對不對 對… 要熱氣的味道 那老爹呢 應該沒有拍過廣告 2000年應該會有啦 2000年會有廣告 你可以拍假髮的廣告 所以廣告一般都會找 比較帥比較美的來拍啦 這是再次得到一個證明 它很有style啊 對啊 老爹能夠帶點的東西很多啊 對啊… 結果我剛剛講那個 妳滿可以的 在幹什麼 然後就從遠遠的地方跑過來 嗚… 老爹跑過來 但是啊 這個… 有很多東西它不見得是真的喔 真的沒有那麼漂亮 狗食它有用假的 倒出來… 看起來很好看 像漢堡有時候也用假的 對… 像泡麵它會自己鋪一些大肉上去 但其實真的泡麵哪有那種大肉啊 對…那底下打一個 本圖片緊攻參考 而且打好小喔 真的… 真是厲害 還有那種冰塊有沒有 廣告那個酒的冰塊 那是假的喔 假冰塊 有沒有 一個冰塊還會… 對…好漂亮 冰的假的才會漂亮 就是很方嘛 啊… 那MTV裡面假的也很多喔 有嗎 有啊 有啊 有些女生根本沒有那麼豐滿啊 那裡面墊了三十幾個海鹽墊 那寫真集也夠…夠假的 對啊 真糟糕了 所以你們的問題 我們就給你答案 請看我們的解答 來 廣告秘境 大探險 你看過這樣的廣告嗎 你不是那個阿漂亮嗎 那你一定看過這樣的廣告 今天兩千萬人的為什麼 我們要告訴你 在這些廣告當中 其實暗藏著許多玄機喔 因為拍片的動作 就是時間要拖得很長 那因為要考慮到它不容易化掉 所以都要用樹脂成形啊 各種材料來成形 接下來就是 酒類的廣告 上面的冰塊喔 因為要時間長度… 拍攝的時間長度滿長的 所以那個冰塊都要做壓克力成形 以前要拍片之前要做衛生棉商品 那就是要拿真的衛生棉來拆解啊 那有一次碰到我同學啊 他們進來又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大男生 為什麼要在拆衛生棉啊 其實做我們這一行的 尤其要懂一些電子嘗試跟機構嘗試 那化學材料啊 也是要多少要懂一些 才能把客戶要求的道具 執行度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那才會使這個附加的產品 所以它的銷售度會更好 製作廣告道具最常使用的 就是這個FRP 又簡稱玻璃纤維 這種質料的最高表現就是這個 相信在北部 你應該對於這家店不會陌生 這是一家主題服飾店 它是用新的型態的方式經營 它用比較詭異的造型去營造的氣氛 讓它到店裡面覺得很新鮮這樣子 除了看一些很怪異的東西之外 還能夠選擇你所想要的衣服 可是我覺得目前來講 整個應該算是這種流行趨勢啦 如果要走服飾或什麼這一方面的話 可以配合一些比較讓印象深刻的 一方面你也能夠增加就是你店的特色 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你的收入 其實跨入這一行不是很困難 只要你有興趣再加上自己本身的基礎 要做這麼大的東西 這麼勁爆的東西 我想應該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我相信你辦得到 看到這裡有一個問題要考考大家 現場有三個道具艙人 大家來猜猜看到底哪一顆是假的呢 所以大家有看到很多的產品 當然假的啦 假的愛玉啦 假的仙草啦 什麼大堆的 那其實是為了畫面上的好看 我們面前這裡有這個 兵馬湯圓 有沒有看到 好溫暖的 每次廣告上看起來都好漂亮 好漂亮 原來是假的 有沒有看到 1號 2號 都很像真的啊 3號 嗯啊 1 2 3 1 2 3 1號 2號 3號 好 我們現在請我們的來賓 來到我們現場 但是有一個規定 不能超過我們的動線 只能在我們的後面看 在遠方看 眼睛這樣看 不可以超越 好 請到底下來 一起來看 猜中了我們有獎品要送給你們 送什麼呢 有沒有看到 一個拍一個 有沒有看到 可以拉出來 一拍一拉立刻就會有 好 歡樂立即就在 好 注意喔 我們有三台而已喔 好 不能太靠近喔 假的 找假的 哪一個是假的 注意看 你看我的 要不要看一下觸感 1 2 3 觸感喔 欸 第二個 欸 第三個 那是1啦 欸 嗯 嗯 好了 不能再摸了啦 我不可以摸嗎 好 不能摸 一摸就摸出答案來了 到底哪一個是真 是假的 來 老爹 3號 老爹選3號 這個 漢文 3號 3號 你選1號 我也選1號 你也選1號 幾號 選假的 哪一個是假的 2號啦 2號是假的 2號是假的 好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是什麼 好 我們請看 1號 1號 你們答案是1號 太軟了 這是假的 好像乒乓球 這是什麼啊 可是它弄得好像真的耶 不… 這不能吃的 這是其實是塑膠的 對 你看它弄得比其他都軟 感覺比較漂亮 有沒有 這看起來就會軟軟的 好像很有彈性很好吃 那這一個是真的喔 只是擺了比較久 已經硬掉了 是嗎 對啊 你吃吃看嘛 你看真的如果擺這麼久 那廣告廠商一拍就很醜 對啊 好好玩喔 正好有三個人答對 是 恭喜有三位答對 那兩位就答錯了 對啊 好 謝謝他們也獲得 我們的拍力的一部 恭喜 Joy Ken 好 謝謝他們 腦內大革命 嚴重回復特輯 超爆笑十大金句 就是因為這張紙在坊間流傳開來 當製作單位看到這張謎題時 而研發出腦內大革命這個單元 此單元自推出後受到廣大的迴響 並提高出極高的收視率 並且接獲大量的投稿信件 男女老幼都熱愛參與此項單元 今天推出年終回復特輯 選出超爆笑十大金句 一起回味這一年來最令人喜愛的 腦內大革命吧 請看畫面插一句成語 請看畫面插一句成語 古劇情 三天兩夜 三天兩夜 答案就是三天兩頭 古劇情你差點就答對了 你有看到畫面嗎 有兩個人頭在那裡待了三天 這是指經常的不斷的意思 是 爸爸出海去捕魚 三天兩頭入網 三天是不斷兩頭 好爛喔 捕魚 爸爸出海捕魚三天 兩頭入網 聽得懂嗎 魚還算頭的喔 魚算頭的 又不是大象 請看畫面插一個四字成語 四個只穿內褲的 最後一個手部還受傷 對啊 在那裡做那個修比都華的 擠牌彈跳水 這個味道的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七手八腳啊 七手八腳 四個人嘛 四個娃娃 八隻腳 好厲害喔 對啦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聰明的郭婷筠 在大家還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就答對了 正確答案就是七手八腳 請用眾人動手 且忙亂不一的意思 七隻手 斷了一隻 可是 為什麼要裸體啊他們 對啊 那好亂 這樣比較能顯現肢體嘛 是不是肢體的 這會讓我們想到別的地方啊 對啊 而且你太光河了 還穿皮膚 請看畫面猜一個四字成語 三風點火 老少嫌疑 那乾脆喔 不是 一個老人一個小孩 旁邊發現一條鹹魚這樣 老少鹹魚 好 決定猜不出來喔 馬上看看解答 來 正確解答白頭到老 你看這個白頭的年輕人 從年輕變成長滿鬍鬚的老頭 這不就是白頭到老了嗎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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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5 4 3 2 1 同學不准答 四殼子 不要兩次啦 真是的 沒那麼有 沒那麼有深度啦 答錯 答錯 來 無路可走 你們可以造劇嗎 無路可退 田麗小姐 工作壓力大 無路可退 真是 這一個題目厲害的 嗶嗶 是不是以大欺小 嗨呀 怎麼那麼有意思 您看皇帝的臉 皇帝的不錯答案 錯得厲害 他也是 不對 有一個巨人喔 出來把那個人抓住 然後把他丟出去喔 壯漢丟人 然後 哪個是成語 在那邊丟臉 這個女人表現愚蠢 是讓男人愛的一種方法之一 真的嗎 嬌嬌好愛妳 冰冰有答案 丟人現眼 丟人現眼掌聲鼓勵 謝謝 哇 范冰冰妳真是厲害 這一題丟人現眼妳還答對了 真是形容一個人表現不好 被他人取笑 只是那個人非常沒有面子的意思 這個丟人現眼 咱們就造個句子好了 那趙薇來造句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問妳 妳知道我們在玩什麼嗎 我覺得我現在表現很丟人現眼 不錯 掌聲鼓勵 咱們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好的 有沒有人有答案 不准講 不准講 什麼 指食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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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乾脆叫 要這麼白話的話 我們不如改成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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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擠奶多恐怖 自取其辱 哦 應該是這樣的啦 好脆哦 電視機前的觀眾 此題為趣未提啦 答案就是自取其辱 你猜對了嗎 特別來賓也趕快來造個句吧 我來舉一個好了 好不好 那個 董志成 跑去跟胡斌比身高 真是自取其辱 真是自取其辱 等一下 你也給我把栗子舉得這麼遠啊 你跟他比就已經是自取其辱 對啊 幹嘛 你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好幾種 好的 這很簡單 三翻兩次 什麼 林清汝小姐什麼答案 三翻兩次 對 有一個三 好好玩哦 有一個 一個三翻兩次 一個三走出來 然後翻兩次 好可怕哦 這什麼爛答案 三翻兩次 答案就是三翻兩次 這是形容字數很多的意思 林清汝你的反應還真快哦 看到畫面就能聯想到答案 還是這句實在太簡單了呢 你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請秀二從三 你們有答案啊 真的嗎 對 一人走路 答案 頭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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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握個手 握個手 會這麼實在的 哪有那麼簡單 我這題要帶我小弟有題目 對答案 無妄之災 無妄之災 錯 所以看起來很差但不是 很少唱 霍從天降 我不擔心 霍不擔心 霍不擔心 我還能來一個最爛的答案 哈哈哈哈 這題有趣吧 畫面中一個人走到出口 然後被出口的牌子給砸傷了 答案當然就是出口傷人了 是指用惡言惡語 勿罵別人的意思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這你都猜得出來 王岳小姐 刀槍不入 掌聲給你 恭喜答對了 你看得出來當作的奧妙 好 我可以叫刀槍不入 因為 你先看到刀和槍嘛 那就先想刀槍 那為什麼一直不入呢 那就是有障礙嘛 所以刀槍當然不入囉 不能來來往往 他搞老半天是偷聽到答案 真是 為什麼叫刀槍不入 因為那個顏色是B-L-U-E Blue 刀槍Blue 所以刀槍Blue 是 是 原來這麼好猜 全體通通 林鄭 這裡 對不起大家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康 我的好朋友 嗨 嗨 小米 嗨 小康啊 你要去哪 沒事啦 小米 你看 這是我家耶 有什麼了不起 有什麼了不起 知道我們在玩什麼 有什麼提示啊 對啊 有個提示 是不是小康之家 恭喜 真的 好厲害 謝謝 謝謝 好厲害 真有感情 敬禮 對不起 太亮了 哈哈 這題有趣吧 沒想到阿牛還答對了 這一題屋裡頭的答案 就是小康之家 這一題可是製作人得意的作品 這個 幾個 讓你跟她說 這是小康之家 這一題也看了 aint